年过四十的珊珊在一家大公司做着财务科长的工作 在万人眼中,她过着幸福美满,让人羡慕的生活 妻子温柔端壮,女儿古灵精怪,家里还刚买了汽车和带花园的房子 人生的一切似乎都在按照计划平稳进行着 但每当独自面对这无波无澜,一成不变的中年生活时 珊珊总觉得缺了些东西 而到底缺什么,她也没想明白,便只能任由日子平静地过着 直到某天,如常下班的珊珊,透过夜班车的车窗 看到一个年轻女人正站在舞蹈教室的窗前 暮色中,女人望向远处,眼神淡漠 眉雨间却又缠绕着一丝忧愁 如此远离日常的美妙风景,令珊珊不觉入迷 直到电车开走,她仍在意犹未尽地会望着 但美景大多短暂,生活却绵长无边 珊珊依旧要在家人卫行前起床 而后一个人吃完早餐,匆匆赶去上班 电车能拥挤不堪,她却早已习惯 只是自那天起,深山枯燥无味的中年生活迎来了新的期待 在每一个下班的夜晚,她会准时守在电车的一侧 翘首期盼着舞狮女人的身姿,再次出现在灯光微亮的窗前 她甚至还买了舞蹈书籍,一个人窝在书房里偷偷翻看 但某天,当电车如常路过舞蹈礁石时 深山憧憬的风景却并未如期出现 她略显示我,犹豫着下了车,独自来到了巫师楼下 而在走上楼的那一刻,她停住了脚步 我这是,在干什么呀 她自觉荒唐地回了头 站台上,珊珊背过身 有力回避着窗帘后,隐隐绰绰地暧昧舞姿 此时,女人的身影却又一次出现在窗前 依旧是那副神态,戴墨中带着几分忧愁 珊珊在男一只心中悸动,走上了楼 徘徊不定之际,被这里的学员撞进了门 就这样,珊珊误打误撞走进了新世界 看着向自己走来的窗前女人 她倍感局促与慌张 交谈中得知,女人是巫师的老板 人们都叫她吴老师 吴老师平静介绍起了巫师的收费标准 而珊珊却有些心不在焉 最终,她恍恍惚惚地卖了一万日元的舞蹈票 出了巫师,她独自去买了舞鞋 一万一千五百日元,又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第二天一下班,珊珊就赶去了巫师 她满心期待着与吴老师更进一步接触 然而教授初学者的却是玉泽老师 玉泽老师很随和 无论是讲解无种,还是教授舞步 都积极耐心 而珊珊却无心练舞 她总是不自觉地撇向一旁的吴老师 看到吴老师推开中年男人放在腰间的手 她露出一丝窃喜 休息时,女学员疯子带着几分笔疑问珊珊说 你也是为吴老师而来的吧 珊珊尴尬着,没有回话 事实上,很多男人跑来这里学舞 都是为了吴老师 但面对吴老师的冷面孔 多数人很快就会放弃 在旁人眼中 一个中年人突然偷偷跑来学舞 一定是有什么不鬼企图 所以,为了不碰见熟人 大家都会选择离家较远的巫师 并且默契地相互保守着秘密 自从练舞以来 珊珊的生活似乎发生了微妙改变 尽管还是要早早赶去上班 还是要在办公室内出力着繁琐公务 但相比以前 日子仿佛多了些许乐趣 只是,她的目光 依旧会不自觉地撇向吴老师 但对方一如既往冷眼相待 而让珊珊感到吃惊的是 自己办公室中的一个名叫青木的同事 竟然也是这间舞室的学员 青木是个怪人 人过中年的她至今未婚 工作平庸 且常会在办公室里做出些怪异举止 所以时常遭到同事的嫌弃与稀弱 但就是这样一个在白日里忍气吞声的中年人 夜晚来临 戴上假发 却成了舞室中热情奔放的舞者 被珊珊发现身份时 听沐海士羞怯 她说她练舞已有五年 却从未向别人说起过 像她这样的大龄单身汉 热衷于跳舞 一定会被认为有什么下流企图 但说起自己跳舞的经历 青木还是难掩兴奋 青木问珊珊为何要来学舞 珊珊心虚地说是为了锻炼身体 很多人都这么说 青木笑得意味深长 两个中年男人约定 练舞的事一定要保守秘密 不能让公司里的人知道 在青木的邀请下 珊珊第一次参加了舞会 舞会上有许多同龄人 他们热情奔放 而珊珊却紧张异常 最后她只得丧气地坐回了角落 回家后 珊珊偷偷在书房练习起了舞步 而妻子却闻到了 她衣服上的陌生香水味 第二日妻子独自去了侦探事务所 珊珊一向老实 如果真在外有了女人 那便不会是逢场作戏那么简单 妻子深感不安 但她不知该如何应对 经验丰富的侦探 建议先进行三天的调查 之后再做打算 她不知可否地答应了下来 另一边 玉泽老师因事请了假 珊珊终于如期待中那般 和待客的吴老师一起跳了舞 而这一幕 恰好被调查的侦探拍下 下课后 独自在站台犹豫了一会儿的深山 又返回了吴时 她神情紧张地等在楼下 想要下班的吴老师一起吃饭 但吴老师却习以为常办拒绝了她 人探江珊珊偷偷跑去学舞之事 告诉了妻子 我从未见她如此开心过 看着照片里的珊珊 妻子带着几分失落低声说道 但侦探却认为珊珊并未出轨 她觉得这事没什么好忧虑的 根据男人的直觉 珊珊很快就会因厌倦而放弃学舞 事实上 自从和吴老师交谈后 珊珊的确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但当电车即将开走时 她还是非奔着下车 感觉了无视 也许从此时起 珊珊才真正走进了舞蹈的世界 接下来的日子 她无时无刻不再练习着舞步 办公室 电车上 敲头下 到处都成了她练舞的场所 吴老师也第一次透过窗子 看到了站台上的她 笨拙练习的样子 珊珊从未想过 自己会迷上跳舞 但不知不觉中 她连去洗手间时 都会下意识地挺直腰杆 清木告诉她 跳舞是会上瘾的 就像打高尔夫的人 随时挥杆一样 跳舞的人 也会不自觉地练习起舞步 也是在清木的邀请下 珊珊第一次去了舞厅 这是她从未见过的世界 灯光绚烂 舞姿摇曳 每个人都沉浸于 美妙音乐之中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玉泽老师是这里的兼职舞伴 珊珊想学习新步伐 而老师却告诉她 跳舞不只是步伐 而是要用身体去感受音乐 此时 台上播放起 《国王与我的》的主题曲 这是玉泽老师 年轻时的电影 她说自己 就是因为看了这部电影 才去学的跳舞 即使现在听到这首曲子 还是会心动 舞曲欢快 舞不轻盈 玉泽老师 仿佛一下回到了 腔春岁月 珊珊也初次感受到了 跳舞的真正乐趣 而更让珊珊惊讶的是 她还在这儿 见到了舞老师 风子唧唧唧喳喳地 说起舞老师的绯闻 她曾在黑时的 世界级舞蹈比赛中 去到过很好的成绩 但之后却突然和舞伴分开 外界上传 她是因为有了新恋情 才和舞伴拆伙的 而事实上 舞老师来这儿 就是为了寻找新的舞伴 她不想再待在这乡下舞时 陪着一群大叔大妈练舞 她想重返黑池 完成未完的夙愿 但新舞伴并不认可 她这种未比赛而舞的理念 黑池有黑池的传统 舞厅也有舞厅的传统 忘记一切尽情享受 才是跳舞的真谛 对方说道 舞老师无法接受 两人最终 没能成为搭档 而这天失去舞伴的 不止舞老师 还有青木 跟你跳舞很不舒服 女孩决决说道 而后转身离去 青木一如既往 无力挽回 不久后 疯子在练舞时忽然晕倒 在医院里 众人才得知 看上去不缺钱的疯子 并不是一个 闲来无事 只管跳跳舞的阔太太 疯子从年轻时 就喜欢跳舞 她和丈夫 就是在舞会上认识的 后来丈夫去世 为了将女儿拉扯大 她放弃了跳舞 如今 人过中年的她 想重新找回跳舞的乐趣 于是 她便在白天做两份工 晚上再跑去舞室练舞 之所以如此拼命 是因为疯子 想去参加业余比赛 但原来的舞伴 却嫌弃她的舞姿 与她拆了火 回去时 看着舞室里 翩翩而舞的身影 玉泽老师提议 让珊珊 作为疯子的新舞伴 去参加比赛 珊珊没有信心 而玉泽老师却说 跳舞最重要的是 彼此的感觉 疯子并不排斥你 而且你长得 有几分像她的丈夫呢 捏 玉泽 作为新手准备 比赛的珊珊 无不总是 站前顾后 小心翼翼 风泽很着急 好在失去舞伴后 很久未出现在 舞室的青木 突然赶来救场 她想在比赛中 击败抢走她舞伴的 那个人 玉泽老师安排 青木和风子搭档 跳拉丁舞 珊珊则专注 练习现代舞 她还邀请了 舞老师留下来 辅导珊珊 舞室之中 灰汗如雨 除了技术上的精进之外 每个人也都渐渐 放下了 深藏于心的芥笛 与偏见 一次交谈中 珊珊向舞老师 坦白了 最初来无始的原意 她说自己 28岁结婚 30岁有了孩子 40岁买了房子 人生至今 也算幸福 但在卖房后 心态却有些不一样了 并不是对妻女不满 也接受 为房贷而努力工作 但自己总觉得 心里少了些什么 直到在电车上 看到窗前的舞老师 那么身影 就像一场美妙的幻梦 刹那间机穿了 珊珊 选归到旧的中年生活 我认为对你是想认识的 我认为对你 我认为对你 你不是目的 我认为对你 我认为对舞人 舞人来到这里 但是 但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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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自私啊 此时的家中早已做好饭菜 却迟失没能等到山山归家的妻子 小声抱怨道 不久后 比赛的日子到来 所有人都信心十足 脱掉假发的青木 如愿以偿击败了 她一直想战胜的情敌 而轮到山山上场时 妻子和女儿就出人意料地来到了现场 原本一切都如排言好的那般 顺利进行着 山山也很享受这尽情而无的感觉 但女儿的呼唤声 却令她瞬间分了身 惊慌中 山山为了保护疯子 无意间踩落了她的裙子 全场骤然安静 疯走慌张着回了更衣室 而发觉妻女来到现场的山山 则呆呆地愣在了原地 比赛已失败收场 尽管又不甘 山山还是决定放弃跳舞 回归现实 之后 深山没再去过武士 但又开始了规律上下班的生活 办公室中 同事们围在一起 一轮着有关青木 参加舞蹈比赛的报道 语气中 见识泄落与嘲笑 而这一次 深山替青木出了头 之后 方泽和青木来找了珊珊 他们带来了吴老师写的信 出乎意料的是 心中吴老师说了很多感谢的话 他说和大家相处的这段时间 让他明白了 跳舞不只是成绩和输赢 内心太在意这些 就会只顾自己 而忽略舞伴的感受 跳舞要先来舞伴 才能体会到快乐 吴老师决定重返黑池 他希望珊珊 能来参加自己的告别舞会 而看到心得珊珊 却并不想去赴约 妻子劝他去送送吴老师 而他只是不冷不热地敷衍着 与其看你无精打采 不如还是去跳舞吧 而且你也可以教我一起跳呀 妻子楠楠说道 而珊珊却发着脾气说 自己不想再跳舞 但在女儿的要求下 她还是牵起了妻子的手 慢慢引导着妻子的步伐 寂寞的想法 我还不想再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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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妻子早早带女儿出了门 她希望珊珊能毫无顾忌地去参加舞会 但下班后的珊珊 却独自去游戏室里挽起了弹珠 延伸时 她如常乘电车回了家 路过午时时 她下意识地转头望了过去 午时窗帘紧逼 灯却依旧亮着 珊珊先生 可以和你共舞吗 灯光影沉下 几个大字出现在眼前 舞会一致尾声 吴老师要选择舞伴 挑最后一致舞 放过四周 期待中的人并没有到 她有一些失落 而此时 气喘吁吁的深山出现在入口处 吴老师缓缓向她走来 Shall we dance? 我住的小区附近的小公园里 每天都有跳舞的人 偶尔从那路过 我总愿意停下来看上一会儿 她们的舞姿不算美 音乐甚至有些过躁 但就是这样不加修饰的舞蹈 让我感受到了她们 终于挣脱了当下的禁锢和束缚 真正意义上地拥抱了自己 人的成长往往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 那些属于青春的 美妙绝伦的爱与梦 大多只是昙花一现 人尽中年 终日埋头于生活 而对生之乐趣知之甚少 这多少有些悲哀 尤其是当代人 结婚 生子 卖房 还代 人生任务一个接着一个 便算稍稍渐长 就要为生活所累 为事业奔忙 无知无觉间 便会陷入到一种 雄规道具 枯燥无味的人生境地中 而人生中的很多东西 都是某个阶段的限定品 人至中年时 如果还有什么东西 能让你保持对生活的热情 那将会很美妙吧 我是腾脚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加关注 我会持续分享 关于日影的一切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